- 歡迎到5mmo.com,並且輸入優惠碼NOX,這個想要5%優惠喔! 哈囉,你好,我是諾斯! 9月6號就是我們一年一度的體育大作,NBA 2K20的發售日期了! 相信這一年,大家對於NBA 2K19肯定有許多不同的想法 有人認為展示能力太過於OP,也有人覺得買天模式太過於坑錢 當然也有人覺得一些最基本的BUG都沒有修 王朝模式第二年的藍蝦琴箱99一直都沒有修啊! 不過經過這一年的經驗,在目前釋出的試玩版以及預考片中 也看出這一代改變了許多 今天我就來為各位整理出10個你在購買NBA 2K20之前必須注意的事情 給想要入手既期待又怕受傷害的大家吧! 相信各位新手玩家第一次想要購買NBA 2K20系列的時候 都會有這樣的一個疑問 NBA 2K20不就是個幻皮遊戲嗎? 為什麼大家都要衝首發呢? 而一般版跟傳奇版到底差在哪裡啊? 請問什麼時候購買會比較便宜呢? 針對以上這些疑問,我大概跟各位說明一下 除了2K YouTuber 搶第一手遊玩之外 首先NBA 2K20都有一個非常優秀的傳統 首班玩家通常可以透過一些尚未被NBA 2K官方所發新的BUG 來進行一些VC Glitch 也就是我們所謂的刷VC 從而快速的提升角色本身的等級以及屬性 而今天算是首次讓一般版以及傳奇版都是同一天遊玩 因此幼嬰可能會稍微減少一點 不過還是很難保證今年不會有VC Glitch 所以衝首發這件事情算是次世代以後的傳統吧 至於一般版以及傳奇版的差異 又或是各位希望我推薦哪一個版本給你們的話 我這邊大致將玩家分成了兩派 MC派以及MT派 MC派指的是喜歡玩公園模式的玩家 而MT派指的是喜歡玩買聽模式的玩家 MC派我推薦各位去購買一般版 因為如果你不會去遊玩買聽模式的話 傳奇版所送的包含卡片 買聽遊戲幣以及每週卡包 基本上你完全不會去使用到 你倒不如去購買一般版 並且視情況去購買VC 這樣子可以讓自己在創建角色上更加自由並且省錢 而MT玩家則正好相反 傳奇版一開始所給的5萬MT幣 這樣可以讓你在一開始就有不錯的陣容 後續可以透過卡片的買賣 以及解任務等等的方式 來獲得更多的卡片 而那些多的VC也可以拿來抽卡包 加上每週都會有一個卡包可以來試試運氣 其實整體來說CP值算是蠻高的 至於如果你是屬於什麼都想嘗試的中間玩家的話 還是建議你購買傳奇版 畢竟當VC以及MT你都擁有的時候 你可以有更多的遊戲選擇 至於更便宜的入手時機 基本上第一波都會是在聖誕節期間 那個時候肯定是會特價的 第二波通常是在明星賽期間 通常價格已經算是相當親民了 而最後一波可能就是夏日特賣期間了 不過那個時候也差不多要換下一代了 所以在一年當中可以便宜購入的期間 大概就是這三個活動 有興趣入坑的玩家都可以在這些時候考慮一下喔 目前正式版還沒有發行 所以我現在所講的任何東西 可能都只是我所看到的 正式版出來的時候 還是有可能會發生新的BUG 但是至少有一個最直觀的就是非法掩護 這一點總算是修正了 相信各位如果是老觀眾的話 一定都知道我對於這點其實非常的不爽 許多時候明明是一個勢均力疊的比賽 會突然因為一個非法掩護而直接走遠 這樣的一個遊戲體驗 真的是會影響到玩家的心情 光是這一點的修復 我已經感到非常的開心了 目前示範版裡面 我只看到了球可能會瞬間移動 這個比較奇怪的BUG 除此之外包含了穿模防守 以及非法掩護都已經修正了 因此目前玩起來感覺還算正常 最近有看我最近這幾部試玩版觀眾的人 都有發現 這一代的徽章系統高達了80個左右的類型 算是歷代裡面最多的 讓自己可以因應不同的角色 去創造出完全不同的建模 喜歡切入的人可以去點無情仲介者 以及切入得分手 喜歡定點三分的人可以去點戒球投籃手 以及穩定型射手 喜歡運球投籃的人可以去點高難度投籃王 以及遠距射手 喜歡放鎖的人可以去點壓制王以及護框者 有些徽章甚至可以讓你去掌握整個球場的數據 徽章的配法決定你的整支球員的能力 算是在歷代裡面從未擁有過的高自由度 但是也因此需要更加深思熟慮去選擇 並且由於徽章都是自己所選的 你更加能夠了解自己在球場上面的定位 但是畢竟籃球並分一個人就能打的 趕快聚集三五好友 組成一團一起去公園打球吧 NBA2K19當時我會直接放棄公園模式的原因 很大一個部分的原因就是因為 過度拉長的練功時間 以前我光是從89要升到90就已經非常困難了 更不用提還要提升到95等以上 而這一代系統聽說升級到95等 只需要40個小時左右的遊戲時間 對於這些時間比較少的玩家 肯定是一大福一 而真正要達到99平分的玩家 需要將更多時間投入在Pro AM以及公園模式之中 這樣有效讓玩家能有更多時間去較勁 相信大家去年也都有發現 全球前幾個到達99平分的人 大多都是去刷NBA比賽出來的 現在更多人會有意願在公園比賽這一塊 過去除了一些運球非常強的玩家之外 大部分的玩家都是使用節奏運球配合擋拆 來進行進去的進攻以及三分的傳導 在這一代運球變得更加專業 你的每次運球都要靠自己對於搖桿的掌握 並非像是過去可以直接一套運球節奏到底 進攻方面像是過去非常OP的歐洲步扣籃 也需要更加細微的操作 並不能像去年一樣一步到底 當你在面對防守者時 也可以透過搖桿來避免與對手的碰撞 算是增加進攻上的難度 卻也讓這個遊戲變得更加專業 在之前的影片之中 我有將整個MyGN 2.0系統做一個整理 各位如果有興趣的話 歡迎點贏右上角的資訊卡 來觀看這支影片喔 這裡在MyGN系統所做的更動 確實會有讓人耳目異心的感覺 但是我個人認為 MyGN模式裡面最大的問題 不是在於系統上的趣味性 而是在部分的攏長 且重複性高的對話上 特別在於媒體問答部分 玩多時候確實會讓人覺得有點脫節奏 不過這一代的MyGN模式 感覺會有更多與其他玩家的競技要素 而在王朝模式方面 在目前所釋出的消息之中 幾乎都沒有提到任何公開買了一個模式 有什麼巨大的更動 但是我其實覺得 NBA 2K19的系統已經做得非常不錯了 只要把一些傾向方面的BUG修補 其實整體而言不太需要做什麼改變 在之前的影片之中也有提到 這一代新中六支的歷史球隊 以及年代全明星等等的新要素 或許對於家居玩家來說是一大福音 不過對於電腦版玩家來說 只是杯水車心 還不如靠玩家自製的模組更好 在NBA 2K19 也有許多非常厲害的玩家 製作出的包含灌籃高手 夢之隊 以及新增的許多的歷史球隊 如果各位玩家對於這些內容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購買電腦版本 來遊玩這些有趣的內容喔 NBA 2K一直以來令人詬病的 絕對就是它的網路品質 雖然這一點來說 台灣玩家已經比中國玩家幸福了 中國玩家如果要遊玩這款遊戲 是必須要加速器才有機會遊玩的 而這一代NBA推開官方 宣稱他們會將伺服器最佳化 但是他們同時也說 同樣的事情並不能保證不會再發生 像是當時買天模式的伺服器爆炸事件 因此對於這一點 各位想要進行線上對戰的玩家 還是請各位不要對此太過於樂觀比較好 關於這一點 我個人認為其實在NBA 2K19 已經有部分球員將面部修正得更加正常了 而我本來已經放棄了Trix McGrady 沒有想到在買天模式的預告片裡面 他終於修正了面部 這對於無數的2K玩家來說 絕對是好消息 經過了四年 他終於不再是個大眾臉了 雖然這次版還會正式發售 我還是希望有更多的球員 可以修正他們的面部補丁 讓這整個遊戲變得更加正式 這一代無球跑動的假動作算是一個創新 相較於過去略顯生硬的無球跑動 能夠去欺騙防守者 並且製造出巨大的空檔 假設幫你擋台的球員有掩護高手時 甚至能撞開防守者讓外線射手有機可乘 當然防守者也能用擋切閃避者來舉之對抗 算是讓玩家之間 徽章以及屬性上的選擇更加有策略性 而這一代的體能懲罰算是更加嚴重 過去都有機會在運球後直接拔起來投籃 在這一代假設沒有裝備持久型射手的話 運作率會急劇降低 希望運球投籃的玩家需要更加謹慎 不能再像過去一樣 胡亂運球直到甩開對手了 好!以上就是在購買NBA 2K20之前 你必須注意到的10件事情 無論是完全的新手玩家 又或是在猶豫是否要購買的玩家 看完今天的影片之後 希望對各位有所幫助 也希望各位如果想要持續收到 最新的NBA 2K20的遊戲消息的話 請不要忘了按下下方的訂閱按鈕 並且按下小鈕 隨時關注我們最新的影片動態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囉 掰掰